我现在要去买双鞋 来到这里我的拖鞋没有拿 洗脚啊 或者是洗澡啊 都不方便 那都已经马上11点了 他们这边的商铺还有很多没有开门 99%的商铺都没有开门 从那边到那边就这一个开门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有没有卖鞋子的 我说买一双脱鞋 等一下洗洗澡 因为等一下中午天就热了 必须要洗澡 昨天没有洗 因为这边暖和 在飞机上面比较热 出汗了 出汗之后洗一下澡啊 啊 没有了 没有了 对 我也知道没有了 都没有开门 我们转了一大圈 只有这一个鞋垫开门了 其他的都没有开门 我女儿在吃玉米呢 刚刚给他买了个玉米 一个玉米 今年是4545 折合人民币还不到一块二啊 这鞋子 这边是皮鞋 这边是女士的啊 运动鞋 还有这个他们本地的鞋都有 其实这样呢 有很多也是咱们中国制造的 就这种款式 是吗 啊 呃 秋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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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那么呗 你二八零二八零是多大的 我试一下 试一下看这鞋子怎么样 这个鞋有点小 让他给我找个大的大的穿着舒服 这鞋太小了 根本就穿不进去 我要穿四三四四的 跟他说了 让他找大的 他找的还是小 还这个 秋大一配 你不来 你呀 啊 这鞋太胖了 我的脚 脚太胖了 脚太胖了 鲁树香好不好吃 好吃啊 哎呀哎呀 你不要掰了 爸爸不吃 爸爸不吃 不要掰了 他想掰蛋给我呢 哎呀 你掰开了 哈哈我不吃 你拿着 你拿着吃 哎呀 吃吧 好 谢谢 啊 不客气 不客气 对 给我女儿买一方鞋 我女儿的鞋 太热了 这鞋 啊 这边天气热 我丈母娘刚才说 没有冰箱了 要买冰箱 我老婆说现在用不到 我丈母娘说 她说她拿钱 不然我老婆 我们两个拿 她说她先付个首付 到时候分期付 她每个月 给人家一万 几个月就给完了 啊 啊 然后就是我丈母娘 她说 跟我们说 她说你们放心 绝对不会让你们拿钱 我老婆这才同意 因为我们 我老婆在这生完孩子 我们就回国了 然后买了 如果让我们拿钱买 买了就扔在这里了 没用了 上一个冰箱都给我大舅哥了 都没有开门 就这一家开门了 现在还没有冰箱 她说冰箱 等过两天 过两天 现在正在进卧 她 这里洗衣机 床垫 这是个小垫 这个垫特别小 我丈母娘又看上一个锅 想要锅呢 我丈母就 反正 我在这边是不会再增加任何的东西了 因为 增加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了 走了以后这些东西 全部放在这里 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些钱全部留着 留着就是 以后 我们用钱的地方还很多 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大手大脚了 必须要 节约 我丈母娘要一个高压锅 现在开票呢 我刚刚和我女儿在外面 没有进来 没有看到多少钱 妈妈 啊 要吃的呢 和我老婆 还有 多少钱 多少钱 啊 四千 总共这个四千块钱 这个人民并一百块钱 高压锅 现在正在写这个票呢 5000 家里面有两个高压锅了 我丈母娘还在买 他要家里面的不好了 就他们这边的人有钱之后啊 就是看上什么东西就买 不管家里有没有 只要想买就买 他们不存钱 我儿就过来拿他们的东西呢 拿他们东西收拾好了 收拾好 问这是谁的 一说是他二舅的 他赶紧说我给他拿过去 让他走 看 我女儿拉着 这谁的呀 这谁的 啊 是不是舅舅的 是不是啊 点点头 好 你不要掉下去了 放这里放这里 放这里 一会儿你就久就过来了 放这里吧 好了好了 好了 可以了 你不要看了 等一下掉下去了 我老婆在吃这个 什么的 土豆馅的饺子 菜饺子 好吃吗 我老婆 他在咱们那边他都想吃 就是差一个调料 然后他做不了 所以 他一会儿想吃 一会儿不想吃 一会儿想吃 一会儿不想吃 我女儿 怎么了 怎么了 啥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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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啥 不要去啊 这楼梯不行 你拿着这个不能往下去 好不好 啊 我女儿非要坐在我老婆腿上不让她坐不行 然后我老婆坐在这里 我女儿跑过来 非要坐 我丈母娘 在这卤饼呢 做饼吃呢 饿了 我女儿这个鞋脱鞋 给她拿过来了 拿过来 现在穿这个脱鞋 就算热 她都不愿意脱掉 我在这边 现在 来到之后 穿了个脱鞋 哦 你没有鞋子吗 什么 放地上了 在哪里啊 在那边 在 在座子下面 你看你坐在下面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鞋啊 有 这么高兴啊 我丈母娘去买冰箱 买什么东西 她去这个小店里面 人家说可以分期 但是可以分期是可以分期 但是 现在人家没有现货 让我丈母娘 等 我老婆还说呢 她说现在又用不到 你买它干嘛 我丈母娘 非要买 我丈母娘 那时候有点生气了 跟我老婆说 她说我又不让你们拿钱 她说我买了 到时候我自己给 每个月 我顶完钱之后 我去给 哎呀 然后我老婆也 没有话说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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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